日前,据西班牙足球先生报道,黄马主席弗洛伦蒂诺已经为拉奇奥中场米林科维奇·萨维奇,准备了9000万欧元的支票本, 但他们会观望米林科维奇,最终和AC米兰的接触结果之后,再向拉奇奥送出这份报价,8月17日是一甲转会窗关闭的日子,在近三天来,AC米兰多次和米林科维奇,以及拉奇奥方面进行了接触,希望抢在黄马之前拿下这位中场大将,米兰也尝试说服米林科维奇加入到红黑军团, 并且向他提供了一份450万年薪,为期五年的合同,根据意大利米兰体育报的说法,米兰CEO莱尔纳多和拉奇奥主席洛蒂托在多次报价之后,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回复, 拉奇奥可以接受米兰先租后买米林科维奇,租借费用为4000万欧元,买断费用为8000万欧元,租借和买断费用均可以调整,但是必须强势买断,总价值也必须为1.2亿欧元,不接受米兰以求员加入到交易中, 对米兰而言,他们可以依靠埃利奥特基金,提供更多的转会资金,但如今被欧足联重点关注的红黑军团,显然无法在本赛季投入太多现金,所以也基本无力完成这笔转会。 对黄马而言,这是一个不坏的消息,米兰只要无法得手,在8月17日,一甲转会窗口关闭的时候,他们再买米林科维奇,是基本就没有了竞争对手,只要守株待兔即可,所以弗洛伦·帝诺并不急着在一甲转会窗之前和米兰竞价。 据足球先生的说法,黄马主席对米林科维奇非常有信心,他相信最终球员会选择黄马,而且他们有着更为充裕的时间,膝架转会窗,关闭为8月31日来完成转会,因为已经说服了球员,所以弗洛伦·帝诺准备在9000万的价位完成交易,他并不准备满足落地托狮子大开口开出的1.2亿欧元的价格, 而且他也相信,在米兰在转会窗关闭退出竞争之后,这样的价格最终会让落地托放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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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